于4月27日正式上市 新秋外观采用全新的家族设计语言 近期隔山造型更为扁平 层次感也比较强 大灯极具辨识度 T字造型很有设计感 侧面腰线非常凄厉 悬浮着车顶配合零角分明的车身 具有美感的同时还增加了车辆内部空间 车尾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 不规则造型很有设计感 同时该车后保险杠采用和前脸相似的造型 并加入度过装饰进行点缀 车身尺寸方面 该设的长宽高分别为4437 1850 1625毫米 轴距为2650毫米 内饰采用环抱式设计 中控台造型偏向主驾驶位 更加注重驾驶者 内饰采用黑衣裙双则搭配 木纹饰板配合横置出风口 打造出极具层次感的中控台 同时奔腾P55门板和座椅方面 加入了缝间设计 更显高级 新车配备了平底双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方向盘N-Z很有质感 同时 全已经以表化大尺寸中控屏组成了双粘屏设计 具有不错的科技感 另外 开车屏幕下方还保留了部分实体N件 方便使用的同时 也让车内增加了一些实商气息